我们再来说1月7号的下午4点多 在本溪市淮仁县华莱镇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一辆行驶当中的轿车突然着起大火 接到报警后 本溪市消防救援支队泰山路消防救援站 马上赶往现场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消防救援人员拍摄的视频 消防车即将到达现场时 离老远就可以看到起火车辆冒出的火光和浓烟 交警已经封闭了附近道路 并流出一排车道供消防车快速通行 此时大火已经将整个轿车吞噬 火势很猛 车辆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消防队员马上连接两盘水袋 架设水枪展开救援 经过了15分钟的紧张扑救 火势终于被控制住 据了解 这辆车当时是在行驶途中发生自燃 好在车上人员及时疏散到安全地带 起火过程中没有人员受伤 也没有殃及其他车辆 提醒大伙啊 咱们一定要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和保养 不要在车上私自加装电器 以防车辆自燃 与其他车辆自燃